今日上午与南投市公所 透过科技线上视讯的方式 与日本丽媛市缔结姐妹室 并举行签署仪式 现议员南英雪 曾正妍也到场参与 并期许透过签署仪式 未来增进彼此友好情谊 今天很高兴 我们南投市又多了一个城市的交流 在这里我很欢迎 我们日本的所有的好朋友 尤其是我们的前列的市长 今日拜科技的左思 我们可以透过视讯 来这位姐妹室 相信我们两岁的友谊 一后会稀稀等等会更好 日后如果有机会 欢迎我们市长和市长来率团 既然我们南投市 我们台湾的南投市 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元宵的活动 或是我们的一面节 或是我们的赏英的活动 现议员南雪表示 今日韦丽媛市 以及南投市地结姐妹室的重大仪式 而城市的进步 透过交流 彼此能够更加了解 也感谢宋市长的努力 南投市与我们日本千叶丽媛市 做姐妹的一个地盟结盟交流 我想今天是南投市公所办喜事 能够见证这历史的一刻 我想丽媛市跟南投市 有很多相近之处 透过我们的灾害 还有我们这个产业线的一个相识 我们希望说透过友谊之手呢 能够开启我们这个轴线 尤其是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年代 城市的进步 透过交流能够彼此更能够了解 经验的一个分享 让城市更伟大更进步 彦学乐见我们南投市 能有这样的一个前瞻远光 我们想再一次的感谢 我们的宋市长的努力 我们希望透过经验交流的吸取呢 也让南投更进步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透过签署姐妹市 也希望未来在文化 农业以及观光方面 能够互相交流 也欢迎日本立元市的民众 来南投旅游 欣赏南投之美 两市的百姓能够和谐和谐 在这个文化 农业 还有观光方面 能够互相的切磋 使我们的南投市 跟这个日本的立元市 能够两市能够 事实的运作 能够相当的顺利 两国能够 能够互相的沟通 使我们的两岸的这个百姓 能够过着更好的日子 互相的切磋 我们的南投市 大本永远为日本的立元市开 透过南投市 与日本立元市 签署地结姐妹市的仪式 不仅能够达到 两国互相交流的目的外 更是能够了解彼此的文化 议员们也期许 两市的友谊 能够长长久久 记者秀明镜 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